緩緩步入舞台輕輕筆劃 為父母恩仲男報經拉起序幕 台北最終場祈福會 邀請來自菲律賓的外國時捷 共享盛舉 而曲目到了尾聲 也有13位特艘人員參與演繹 我們經歷過這樣的一個災難的搶救 對這個人生的無常事上 是很有感觸的 我們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會非常珍惜我們這個難得的人生 當場內活動熱絡進行時 場外也如火如荼展開另一波行動 可以說的話就是擅長以後 擅長以後都將近快10點了 所以我們提早 從外圍不影響到演繹的進行 也不影響到他們的進場的動線 隨著活動結束 民眾前腳一走 志工馬上投入場內善後 從植物桌椅到心燈 大大小小物品都遵循環保概念 因為我們要回收 哪一顆吧 這個好 要拔起來 不然會壞掉 那邊先要把它做起來 縮起來 這沒跳起來都落過來 因為這個台中花博還要再用 所以我們是做一次可以用兩次 一棵菩提樹四個人相互扶持拆解 就怕一個不小心不能二次利用 長副工作要克服場地限制 現場沒人喊淚 只有互相呼應的聲音 連演藝人員也投身幫忙 一同圓滿祈福會 大家新聞 林一婷 張綠佳 特別報導